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GDE 在今天這個好日子最適合介紹好遊戲 火柴人M 相信老觀眾都知道 身為一款好玩快樂趣的遊戲 必定少不了藝人的加持與祝福 本次找來了曾經參演改編制同門遊戲 版校的王靖 廠商絕對不是想接著他近期的話題以及人氣 來提高遊戲的觸及率 顯然不是肯定不是 你一分的猜疑都是對遊戲品質的不信任 甚至請來了多年在遊戲廣告界有頂級理解的憶恨 透過視覺以及心理的精緻包裝 讓你看看什麼叫做所到之處寸草不生 接著本次的重磅遊戲前 我們得先回顧這款遊戲的轉學前的學歷 去年4月1號中國的A星互動 基於前作火柴人聯盟來開發 以品牌名AthinFund上架營運 再透過艾瑞爾網路代理的暗影傳說強勢登台 還記得那是一個開服前熱度空前絕後的春天 玩家們下載後肯定都是忙著埋頭享受 於是顧不上討論與分享 4月過去了 5月過去了 6月過去了 隨著時光的飛逝 中間也不知道為何漸漸失去的討論度 直接來到上個月後公告官府 但廠商不願放下 認為產品本身沒有錯錯的是這個世界 於是壓力來到了火柴人M這裡 換上了茶屋地址的17 Fox Games 這次肯定能以全新的姿態 對韭菜們施以最嚴厲的懲罰 看了一下這間公司網站上的產品資訊 一款是魔方數位代理的我帶兵最牛 一款是艾瑞爾代理的不良人3 雖然乍看之下兩款中國的開發商都不是他 但轉念一想 網站上也沒說這遊戲是他們開發的 絕對不是想盡用素材來裝飾門面 畢竟這間公司可是很有報復的 身為第九藝術的遊戲 猶如沙漠中的綠洲 探索綠洲 線上的好遊戲 是17 Fox Games的理念 我們堅信好遊戲值得期待 他真的我哭死 而秉持著快樂遊戲的基本操作 上架前不能有實際演示 下載前務必五星好評 將玩家賺足了文字腿的獎勵 感受恩典 廠商也獲得了下載第一的高分銅銜 加快傳播率益 各取所需取不樂哉 而來到遊戲開頭 有著綠色遊戲標配的滾服 這其實是廠商貼心的大量保障 讓不同時間加入的用戶 能在最少的投資花費下 與大量的電腦對戰 爬上PVP最高的榮譽 將花錢的滿足與體驗感拉滿 即便之後很快就會面對 空無一人的世界頻道 但也沒關係 畢竟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在乎曾經擁有 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我們還是要慣例的比對一下 遊戲是否為同一款 這是官方FB出現的女性角色 我們來一一確認 由左至右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還有這個最英最藍的戰鬥畫面 不出意外的話 應該是同一款遊戲了 而廠商大概也是王者 跟英雄聯盟的粉絲吧 像什麼趙雲李白啊 或者吉英科斯 牙樹 甚至隔壁七龍桌普 都來串場了 真的是用心良苦學以自用 而且怕大家對新遊戲感到苦手 於是貼心的保持過去不便的放置玩法 只要你是台能聯網的手機 就能無壓力的玩 這樣就能繼續用最節約的成本 回收資本 只要靠韭菜門 就能達成電子垃圾的美好自循環 就問你還不還保 當然為了跟市場做出區別 又不能讓用戶明顯感受到操作的不同與不適 只要委屈自己 在課金方面力求變化了 這樣你才知道 他依舊是那個他 就只是變成高攀不上的模樣罷了 等你準備好足夠的資金 來奪得天下第一 結論 獸人蟻魚 不如獸人蟻魚 如果你還不知道六圈圓該如何花費 廠商帶來了方向 之前已經錯過了一次 這次可以別再錯過了 否則又要等下一次了 快點去成為最棒的 韭菜人吧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明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